还有别的问题吗 就是你不相信他 就这意思吧 他秘密太多了 我觉得 但我觉得这就是你太偏激 所以才把一些没有的 就想得有了 主持人我跟你说事吧 就是有一回嘛 就是我和几个好朋友们 就有男有女的 然后我们一块 就是去KTV唱个歌什么的 就我们是说好了 就是说都不太亲属 然后我之前的话 因为就是两个人QQ互通了 然后他就能够看到 我和朋友的聊天记录啊 什么的 所以呢 我没有想到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吴 你这是得了前男友恐惧症啊你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警绳 而且他这根警绳呢 时不时地就勒你一下 你就更受不了了 您那边的天哪 是一遍一遍的塌 可惜他不是女娲 他补不了你的天 女孩一直在说男生偏激 的确 他对于前女友的纠结 对你来说是一种不公平 因为并不是每个女孩子有前男友 然后就一定会和前男友 藕断撕裂 但是在你看来 拥有前男友这件事 就成为了你们爱情的原罪 不因为他做错什么 只因为这个女孩如果有前男友 这就是你心里面 拔不掉的一根刺 所以问题在谁呢 你有着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女生呢 一直在说他极端 他极端吗 我是他我也极端 暂且不说你隐瞒自己曾经有前男友的这件事情 因为好 我理解为你当时太喜欢他了 所以你怕伤害到他 你不说 那后面呢 和前男友出去吃饭不告诉他呢 向着对你有着爱慕之情的异性借钱呢 你不是利用那个男孩对你的喜欢吗 这一次次的谎言又算是什么呢 你再往他的伤口上撒盐 你明知道他会痛你 依然往上撒盐 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多多少少享受他对你的关注 所以你一次又一次的祈求他回到你身边的时候 你其实是痛并快乐着的 男生你对女孩一点信任都没有 我就感觉他秘密很多 我总感觉他也挖不完的秘密 所以这个探秘的过程很快乐吗 并不快乐 爱情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彼此的信任 你对女孩没有一点点信任 女孩对男孩没有一点点疼惜 那你们在一起干嘛呢 分了算了